做实体有一句话就是 选纸定生死 你连纸都选不明白 你再努力也白费 就像你选的那个街道 第一 它是快车道 快车道的哪有人流啊 都是过来过去都是开车的 第二 就是人流不等于客流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要干奶茶 但你看看你那周边 都是老年社区 都是五六十岁四五十岁的 你看看旁边都是干什么缩钢窗的 哪有年轻人呢 对不对 所以说人流不等于客流 知道吧 第三 就是你门口台阶 超过三阶四阶以上的不要选 有台阶用户进你店里都有障碍 知道吧 第四 周边有厕所的不要选 特别是我们干餐饮的 用户心理上 第五 膝塞时间过长的不要选 你知道啥叫膝塞时间过长吗 太阳往下落的时候 从中午开始一直强光照射你店 就用户进店体验感觉非常非常差 就是膝塞 然后第六 你比如说你想干炸鸡汉堡 最好是周围有同类店铺的 就是我们要聚堆品类要聚堆 比如说这条街都是做夜宵的 你干夜宵就没毛病 这一条街比如说都是干气配干修理的 到晚上连个人没有 你干夜宵能耗使吗 完了 然后再就是你看刚刚那个铺了没有 隔壁都是转让的 有三分之一都是转让的 这条街就是不行的 为啥不要你转让费 对吧 第八 我告诉你啊 就像这种铺 你就不要选 门脸小 看到没有 重身长的 你不能选 你看这种就好一点 它门脸宽一点就好一点 你看这种门脸就不行 你宽一点 你招牌做的长 做的大呀 它就吸引人呢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好多的铺 像这种一楼小 二楼大的不要选 因为你一楼门脸窄 用户很难往二楼走 尽量就选一楼跟二楼 差不多大的 对一样大的 第十就是什么呢 现在有好多的铺 是那种阴阳街的铺 这一面铺很棒 生意很好 那一面很冷清 这种冷清的铺 阴阳街的阴面 千万不要选 知道吧